五个函数才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而且未来可能还有更多的函数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更复杂的话 那会更多都会在一个公式里面 要包含这么多东西 甚至还有有些是要执行正列的 那执行正列就Ctrl-Shift-Enter 这外面自动会帮你产生一个大刮火 那光一件事情要全部在一行里面处理完毕 其实是非常容易出错 而且错在哪里 你恐怕还要再找那个错误的点 还找不太容易 所以有的时候反而 我觉得像刚刚这一题 如果我把它拆开来 然后把它写成VBA的话 有的时候反而会更简单一些些 比如说我今天这边做个按钮 按下它之后 我就可以把刚刚做的事情 也是一样全部可以完成 那其实里面的程式 也并不复杂 总共的话 大概我可以先跟各位分析一下 第一个怎么写呢 第一个我要把这边的资料放到这边 所以我先告诉他说 我要放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可以写个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for J 的话 这就懒嘛 等于第四 不过这边一定要给数字 不能给你的字母 给四到七 对不对 所以for I 等于二到九 for J 等于四到七 然后会产生一个储存格 那个储存格基本上就是你将来要放资料的那个储存格 就叫Sales 的瓜五 IJ 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基本上就从二开始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利用类似像之前讲过K K 等于 K 预设置等于二 然后只要K 等于 K 加一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就好 所以基本上我的程式怎么写 我大概给各位看 这边把它删掉 那我写的话一一样开发人员 然后V就被这个 二的话我就切到哪里 切到这边 然后先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前面都讲过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产生一个SARP SARP名称的话也许叫 人事芬兰 其实我教各位以后如果你不插入 假设你不用上面这边插入程序 另外一个方法你直接什么 直接打SARP 然后空一格人事芬兰 你按Enter就好了 它也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程序 OK 然后里面的话就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for 先打列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九列 然后 NAS Enter 了NAS 然后再一个Tab 里面的话跟他讲说蓝 第几蓝 第四到第七 所以你for J 等于那个 就是四到七 我的习惯就是I 就是列 J就是蓝 那也就告诉他说这个范围就是我要放资料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这边打一个SALS 放资料写前面嘛 然后I 购点追 那SALS I追他就会先 先抓这个位置 然后下一个的话NAS追就下抓这一个 抓这一个 因为J4到7跑完之后换下一列 可以一直跑 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今天输出的话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关键来呢 当然如果我今天要输出的是那个里面的数字的话 其实基本上 OK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 这个储存格位置 我们前面讲过嘛 这个叫什么SALS SALS 哪一列呢 我们干脆给他DK列好了 当然你不能说2 2斗点哪一篮呢 2斗点B篮 如果你这样抓的话 它变成怎么样 它输出它就变成一直抓这个资料 全部倒过来 每个都一样 所以必须怎么样 把这个数字怎么样 把它只要抓一个就换下一列 所以我可以怎么 在这边加一个K 这个之前好像讲过K点2嘛 然后把这个值放在这里 然后K只要放一个之后 让它往下一列 有没有 这个放2 再来下一个就放3 下一个放4 所以后面的话 我可以把它改成K等于什么 K加1 这个有印象吗 我觉得这招还蛮好用的 对而且 刚好那个同学回去也 也大概 如果你可以体会得到 这个好用的地方的话 基本上蛮多问题 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那我们这样就可以写完之后 把它执行一下 OK 有个要放这里面 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基本上其实就已经 等于就是我们刚刚做的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那再来的话第二阶段就是把那个什么 把这个前面的字给去掉的话 诶 字要怎么去掉 那我们后来有在 那个字串前面加密的 那这个做法跟 在ECEL里面也类似你在外面包一个MID MID 后面就是那个字就刚好这个东西 豆点 上面 里面的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字数加2 那其实这边做法类似我们一样可以用L1N 因为在VBA里面一样用L1N 可是我要怎么指到刚好这个位置 前面刚好我们是什么用D1 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就是列如果固定的话 其实我写成这样 特别之后我写法是这样Sales 刮胡 固定的位置的话那我用1 因为它有点是在D列 豆点之后的话后面是不固定 不固定的话就刚好用追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追是4 4刚好就是D 所以D1 在下一个就刚好5 5就刚好1 刚好都E1 所以关键在这里 这个不变的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我们之前写的那样的方式 就是D1 E这边固定住的话 其实可以写成这样的 这边就是E固定 这个不固定 因为它会变 就写成J 用J来代替 它是D级栏 OK 好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抓到 它的那个里面的字数是多少 所以这个里面的字数刮符 然后加2就可以了 其实写法跟刚刚差不多 在豆点后面加个99 再把它后刮符就可以 这个后刮符是MID的后刮符 好那我们程式基本上写完了 移开看看 最后的话我把它RUN一下 看OK之星 那最后因为它没有自动调蓝宽 所以我干脆最后再写一个 叫什么Colors 可以用那个Colors Colors就是蓝 拿起蓝 刮符跟他讲说从D蓝 到G蓝 帮我怎么样 帮我自动调蓝宽 然后就点后面加一个Auto Fit Auto 自动调整的话就Auto Fit 这样子 这样的话就是自动调蓝宽 好那我们再RUN一下 基本上这样子星 有没有发现 最后这个 它就自动帮我调整蓝宽了 OK 那我们基本上等于就一气呵成 就可以怎么样 做出我们要的结果了 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如果说我今天第一阶段做完之后 我希望把什么 把第二阶段 我刚刚有提过 再合并回来 如果你要再合并回来的话 如果你用那个Excel 的方式来做 非常复杂 可是如果你用VBA来做 我觉得相对简单 而且程式也不多 我们这边打一个Sub 好Sub 刚刚各位讲 合并回单单 Enter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合并回来 我随便教各位一个方法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也是For回圈 不过如果For回圈里面 假如说你要指定的是一个范围的话 你可以用 叫For each的写法 For each就是说 这个范围的每一个 储存格 我都要把它 它读取 放到另外一位置去 那我可以怎么写 其实程式不多 你可以For each For each就每一个 Sale Sale就是一个变数名称 就是在In 在哪里呢 在Range 跟他讲我的范围 这个范围在哪里 范围在第二 到 范围 到G G 9 对 然后这个范围里面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范围里面的每一个储存格 先丢到Sale这个变数 可是问题我要怎么处理呢 我要把它丢到哪里呢 请你帮我把这个Sale丢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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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我 复制过来的话呢 是Sales 刮胡的哪一列 他你不能打一个2 2的话每一次都2 所以这边一样给个K 逗点 哪一栏 I栏 等于什么 等于Sale就K了 Enter 这边少打油帽 后双以后 OK 好啊这边的话呢 记得打个K 等于K 加 加 1 就K的初始值一样给他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K还蛮好用的 K等于2嘛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从这边 先输出 再输出下一个 再输出下一个 他会一个一个的帮我怎么样丢下来 好 所以我就把他 我按 这边按F8好了 组航看一下 这个时候他抓到这个 有没有 然后丢到哪里丢到这里面来 OK 丢过来 OK 不过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 他丢过来的话 他会把原型丢过来 你会发现 本来是一个日期 他丢过来就变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数字 不过这个可能后续在处理 那其他的话都一样 资金 你会发现瞬间 四栏马上又变为单栏 OK 那程式其实并不多 就是主要是用Foreach的写法 这个写法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说呢 你们要把某一个范围的资料 读取之后丢到 另外一个范围去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一招 但是最后呢 当然有两 有一个地方不完美 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 他一丢过来 他就帮我把它转成 原始资料 所以我这边 当然我有在云端有写一个 你可以判断什么 判断是否是日期 用什么 用isday去判断这个sale 是不是 那个日期 如果是日期的话呢 那就帮我把它格式化加这个 所以其实就这个方法一 或者另外一个用 求余数的也可以 那就这个逻辑判断呢 我们可以再加到哪里呢 加到这边 如果 if sale 这边的话 其实我可以把它 逻辑判断加到这边 判断 如果呢 它是 这个什么呢 它里面的资料 是这个日期的话 isday就是是不是日期 那就帮我先格式化 之后再输出 理论上这样应该 我给知情一下 你会发现 他就这个地方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做格式化 把这个格式化回来 结果就会是我们要的 就是把这个 示篮 又转成 单篮 OK 那这两段 云端上 也有 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 先还给各位 试试一下 画面切一下 OK 程式其实没几行 所以有的时候我建议 如果相对资料复杂的话 恐怕有的时候呢 用VBA来处理 甚至相对的可能还会比那个什么 用 那个 我们eSale里面的函数 这个 所产生的公式 来的简单 OK 以刚刚这一题来看 比如说我要把它分成四栏 然后又要合并回来的话 如果你用eSale里面 的那个函数来做的话 那真的头很痛 好像同学也有去Google 那个网路上也有一个 部落客 他有分享一些 他不是用VBA 他用eSale那个 执行政列来做 我光看到他那个 解的方法我都已经头痛 OK 可是我觉得用VBA1 这个地方来看 VBA有绝对的优势 尤其你资料越多 像资料这么多 我基本上 eSale的函数我都不考虑了 为什么 因为那种方 用eSale函数来做 头太痛 太麻烦了 倒不如你直接用VBA算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有 一个是 for i for j 另外一个是for each for each sale 这个sale 也是自己取的变数名称 不见得要叫sale 你叫c也可以 in某一个range range就跟他讲 那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请你帮我一个一个的帮我抓 for each 意思就是一个一个的帮我抓 抓出来 然后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在丢到 你指定的那个位置去就好 而且这个非常好用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for each的方法 那for each很适用在 那个就是说 然后一个范围里面 你要把逐个逐个的资料抓出来 这一招是非常管用的 那坊间书籍很喜欢用那个物件 就是set什么一个什么 就是变成一个range 把它set成一个物件名称 再去再去操作 不过我觉得那个程式相对的 会写的非常 相对的复杂一些 导不如我是觉得我 基本上尽量避开 用那个物件的写法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刚刚这两段程式 云端上都有 请各位自己再稍微找一下 试一下刚刚这个部分